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廣東話軍事頻道NHK 我是李主持Larry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北約警惕中國霸權這件事情 在開始之前請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看廣告,積極留言 另外我們有個Patreon會員頻道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可以訂閱 好,我們就開始今天的主題 今天我們想說北約的秘書長Jane Stocktenberg 他在6月8日做了一個發言 當然他的發言中的主題是環繞著北約和中國的關係 當中金融時報也有報導 6月8日當時秘書長Jane Stocktenberg說到 中國這個崛起其實是對世界會產生一定的威脅的 例如我們說的這個北約組織 他們有一個value的 開放社會與個人自由 這個value其實中國就會威脅到 所以他相信要更多的國家加入北約 去對抗中國這種霸凌式的管治 或者滲透性的影響 因為他出席了這些基金會 或者智庫的舉辦活動當中的提到 其實相信上次武漢肺炎的疫情 其實是加速了 我們說中國和西方不同的國家當初的關係 亦看到中國雖然在今次武漢肺炎中經濟受挫 第一季的GDP還要下降 是負數的 但它的軍費成長是繼續是正數的 6%多的成長 繼美國只有第二大軍費支出國 所以當中它的軍事野心其實是令大家執目的 北約30個成長的國 相信它們現在覺得不可以 用一個歐洲式的防守 現在需要將整件事更加全球化去看 所以我相信北約的秘書長 他現在會說是展望的 他的projection是10年後 即是2030年 其實它需要更多的國家去合作 即是要擴展北約 從地區性的組織變成一個全球性的組織 大家都明白 因為北約的成立 當年有一個大西洋 雙邊 即是美國為首 去鞏護歐洲的自由主義陣營 尤其是資本主義、自由主義、人權至上 這些價值 所以你看到當年英國、荷蘭、比利時、德國 很快就加入了 現在當然擴展到三種國家 基本上以前的華沙公約國 很多波蘭、羅馬利亞、布加利亞等 反過來就回來了 所以更加大 烏克蘭可能遲些都加入 很不得了 看到它對抗共產主義的國家蘇聯 當然蘇聯倒了 似乎現在繼承了蘇聯這一種 共產主義的精神 這種滲透、侵律的精神 似乎下一個國家就是中國 所以它們必須將它們的frontier再推前些 所以你發覺只用歐洲形式的防守 似乎就不足夠了 當然如果你說有些堅實的盟友 例如我們說五眼聯盟 五眼聯盟當中 英國、美國、加拿大已經加入了北約 所以正如的澳洲和紐西蘭 似乎是積極拉攏對長 而美國在亞洲盟友 例如日本和南韓 是最接近西方主義的核心價值 所以相信日本和南韓是積極吸收對象 當然,如果你說接下來會不會 例如印度那些都會 那就要再觀察了 但你看到史特·鄧伯格 其實他也在說 現在中國崛起 有幾方面會達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 就是我們經常說華為、5G 它建立5G的網絡世界 其實當中一定會牽涉到軍事層面 軍事層面我們說C4ISR 就算我們經常說的F-35 當中都是組織一個空中建構平台 一個資訊交換 我們說整件事是一個全知之眼 你一個information的流通 如何可以在戰場的態勢 做到最新、最好、最快 從而作出對敵人最佳的判斷 如果這個技術當中被蝕取 就很大件事 或者情報外蝕 亦是一個不能承受的痛苦 所以你看到北約秘書長 必須要高瞻遠足去看到這件事情 當然他看到了 另外大家都知道中國有些網軍 直接被美國通緝 這個在上海某個地址都公開過 這些都不能不承認 另外除了網軍之外 其實中國還會透過不停收購、合併 去買很多不同的企業 當中亦都會蝕取到一些軍事技術 這個呢 例如德國或者法國那些地方 他們真的要特別注意 甚至英國也是 另外一個就是之前 應該是北極那裡 中國有一個北極的白皮書 習國平說到 北極似乎是中國未來的核心利益 這樣就很糟糕 因為呢 如果大家看 這個北約國 其實當中成員國 有些都是北極圈裡面的國家 例如我們說的是冰島 對不起,冰島 不是 丹麥 即我們說的是美國 阿拉斯加 挪威 其實呢 如果你是要掩置北極的話 你也直接威脅到北約的聖閻國 一些生存空間的問題 當然 另外一個我們都會注意到的問題 就是 因為中國不停發展它的導彈技術 所以基本上它的導彈技術 就去到無遠不戒的情況 基本上全球都射到的 這個情況 北約的秘書長也說到 它的導彈威脅了所有北約國家 如果去到這個情況 會不會有一些啟示給我們呢? 當然大家看到 現在美國似乎會帶頭退出很多國際組織 例如我們說WHO WHO退出的話 接下來會不會有新的組織 會帶頭建立呢? 似乎會 英國說要帶頭建立D-10 即是會加上很多不同的國家 還有五眼聯盟之外 你看到似乎有一個新的秩序 如果去到最後極致 真是一些英美為首的國家 帶頭退出 例如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會變成一個被杯葛的組織 如果這樣說 會不會取而代之 是一個北約 成為一個新的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組織 當中是 構建國家安全 即是國際合作的一個組織呢? 如果這樣的情況 這個北約秘書長 一下子 就突然會變成以前的安全理事會上的比秘書長 這個就很重要了 即是江湖地位完全不同了 另外 你也看到 如果真的建構到這樣的情況 你看到 整個北約 它的barkening power很大 尤其是看到 美國現在很積極拉攏其他國家 例如我們講俄羅斯 就會重新談到一個叫Stand 即是核沒裁減的協議 大家知道美國去年 2019年 其實已經 主動退出了中度條約 INF INF 其實是 這麼多年以來 都是有效 令到美國和俄羅斯 去限制他們的中程彈路導彈威脅 去解決一些誤判的情況 令到大家 戰略上都有一個空間去調整 例如有些negotiation做到 尤其是對美國和西方國家是非常有利的 大家看到 北約成員國 其實是受惠於INF 所以 美國之前退出INF 其實 某程度上 歐盟 的國家 北約國家 其實是有反彈聲音的 即是美國一意孤行 做這些事情 枉顧北約成員國的安危 但似乎 看回現在 特朗普當時退出INF 現在是要美國、俄羅斯、中國三個國家借鏡 如果三個國家借鏡的話 一定要一起限制中程彈路導彈的發展 這件事可能對中國來說是一個致命性的打擊 因為中國的常規武器 發展一定不會比美國和俄羅斯那麼好 底戰沒有那麼好 甚至研發 例如我們所說的飛機引擎 或是他們不同的載具 都做得不好 所以在這個位置 如果火箭軍是他們最能拿出手的武器 但你都要限制中程彈路導彈 我們說的是500公里至5500公里射程的導彈載具 都要限制 其實你差不多綁住中國兩隻手 而中國某程度上 是一半大陸國家、一半海洋國家 如果你真的限制彈道導彈的射程範圍的話 其實中國有效能夠防衛自己海洋領土的地方很少 變得更差 美國射支拉臣 都真的威脅到 例如我們所說的那些沿海的大盛市 所以就誤導中國不怕 但當然有得他選擇 當然不會加入這些條樣 以前當然可以 因為以前是一個小國 但現在又說自己是一個負責的大國 負責大國真的應該要受到約束 所以是不是應該要簽INF呢? 當中北約這個秘書長 似乎有居中滑船調停 那個人物在這裡 所以這次北約警惕中國霸權 其實習近平也需要聽聽 因為真是他當中的一些主張 已經觸動到北約的底線 而北約其實由2019年 已經開始有留意到中國的崛起 到現在的語氣都去到很重了 差不多去到要圍堵中國的情況 所以就看到北約的發展 其實我們是要繼續觀察 究竟會不會來近會主宰更多的國際議題 更加觸發更多國際合作 我們要繼續觀察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歡我們一些中立客觀的評論 請你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這是免費的 另外你想聽到我們更詳細的軍備國際議題的話 也請你訂閱我們的Patreon會員頻道 我們每個月大概是5元美金 30多港幣的價錢 你便可以收聽和收睇我們很多分析 我們在其他節目再見 拜拜